从老公到老赖 张若云只用了一个老爹 2019年张若云在新婚当天收到亲爹送来的贺礼 一份高达6000万的财产冻结书 网上资料显示 是其父亲及时向归还华策借款 后来又牵扯出一桩高达1.4亿的天价纠纷 2016年 华策影视与张富的孟都影业签署了一份合作协议 协议规定 孟都的核心艺人要在两年之内给华策演赐不拒 总筹金2亿 而这个被双方用来交易的核心艺人 就是当时靠麻雀和张显宗迅速窜红的张若云 为表诚意 华策还迅速付了张若云他爸的工资1.4个亿 然而令华策始料未及的是 这1.4个亿并未买来张若云的顺从 之后 他们多次向张若云提出合作 却遭到对方一次次的拒绝 眼看男主角泡汤 华策连夜上门讨战 试图拿回预付的那笔钱 谁知又一次吃了闭门羹 却无可忍的他 转身就向法院提出了仲裁 最终 法院查封了相关责任人 名价价值1.5亿的房产 介于张若云曾任孟都的法人代表 所以不少人觉得他被查了 但是张若云方称 置为不实的消息 面对这份无负销售的贺礼 张若云只说了一句话 我没签约 也没收钱 在事件愈演愈烈的同时 张若云更是一纸诉状将亲爹告上了法庭 最后更是向法院提交了一份鉴定书 力争签名不是他亲自签的 每一句都像是在暗示 他爸接他敛财 可是张富也不甘示弱 称这是张若云通过微信远程授权的 他完全可以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将负面评价降到最小 可是为什么他编布呢 或许这张截图能够告诉你答案 这是一条张若云在凌晨四点秒删的微博 直言 你不配 虽未知名道姓 但一致认为这是写给张富的 如果将小说照进现实 张若云就是拿着标准的美强惨剧本 他教是好 爷爷是建筑地质测绘专家 父亲是著名制片人 长相也不俗 一大堆人追着喊老公 演技也不赖 张显宗 范贤 唐山海 无一不是可圈可点 但是他偏偏有一对不太和谐的父母 张富张母很早便离异了 而张富之后还跟他的后妈上映了一段 结婚离婚又复婚的狗血故事 虽不知张若云做何想法 但是从他结婚 都不请父亲的行为来看 他大概率是很介意的 所幸他遇到了这个人 如果不是因为陈柏林 张若云的这个特殊癖好 就不会曝光 2017年 陈柏林作为花售三的组织者 被派去探访成员张若云的家 然而随行的摄像机 却无意间拍下了这样的一幕 在张若云屋子的角落里 居然摆了一个红绿灯 而在这个红绿灯的背后 隐藏着一桩影响了张若云 一辈子的事故 12年前的一个雨夜 刚从电影院出来的张若云 正开着车赶往十字路口的加油站 结果身后突然传来 砰的一声 是一个刚拿驾照的女人 挖了她的车 态度还很不好 当时暴怒的张若云不知道 她整个下半生 都要栽到这个女人手里了 因为这个女人不是别人 正是她现在的妻子 唐一新 就为这事 两人吵得急吃白脸 都觉得是对方的错 谁知不欢而散之后 她们又相遇在了共同好友的聚会上 也是从这一刻起 月老顺理成章地 绑住了两人的红线 而张若云呢 更是打开许久不用的备忘录 将唐一新的喜好记录在册 唐一新喜欢吃樱桃 她就在寸土寸金的北京四合院 亲手种了一棵樱桃树 唐一新喜欢浪漫 张若云就陪她去江南赏烟雨 去古镇坐乌鹏船 去漠北驰骋雪地 更难能可贵的是 唐一新怀孕期间正好赶上特殊时期 照期煎饼这些并不是家常的外卖 都可以上门了 这可把唐一新给常哭了 张若云为了哄她 变着乏地学会了不少菜谱 不过这也催生出一个新的问题 张若云看上唐一新什么了呢 早年还曾上相亲节目征婚的唐一新 用什么一步一步地攻略了富少张若云 从相亲市场的硬件来看 唐一新离张若云差了十万八千里 张若云是正儿八经 黄城脚下的金圈富二代 她的爷爷是著名的测绘专家张芷芯 智慧专业常用的张智新宫史 就是以她命名的 与此同时张爷爷还是个建筑师 以及地质学家 而其傅张静是著名导演 编剧兼制片人 曾入选过中国电视剧 六十年大戏人物卷《雪报》 《黑胡》等有口皆碑的作品 均出自她手 而这也造就张若云和唐一新 极然不同的走向 张若云早在04年 拍了人生中的第一部剧 女主是凤头无两的高圆圆 反观唐一新 直到2006年 还在相亲节目里晃悠 等唐一新通过多轮面试 好不容易拿下了一个小配角 可那边张若云已经主演了 多部有其父出品的男主剧 所以在很多人眼中 拼硬件 唐一新拼不过张若云 但其实她拼软件可以 唐一新是娱乐圈里公认的性格好 活泼开朗 极具感染力 从有摄影师手术商 唐一新发觉以后 立马拿出窗口贴给她贴上 而张若云的性格里 缺的就是这份感染力 张家父母失败的婚姻 造就她骨子里的内向敏感 而唐一新的性格 刚好可以补上她这个口子 所以她的爱意才会不佳掩饰 张若云曾在快本上玩过一个游戏 测试心率 她本来很平静 直到有人提起唐一新 所以在婚姻关系中 资产丰富的一方固然是占据优势 但是另外一把 如果能够提供正面的情绪价值 不也是很珍惜吗 接下来内容更精彩 中餐厅6 王俊凯 杨子近期待名单 张若云或加盟 一饮换饮担忧 近日向盟的生活不知不觉 也已经播出过半了 按照往常的惯例 中餐厅也将要提上录制的日程 最近呢 一份关于中餐厅第六季的PPT 在网上流传 从海报来看 黄晓明和樱桃 应该已经是节目组 板上钉钉的人选了 作为节目的店长 黄晓明曾经创下节目的 一大手势和话题高峰 一度让自己和中餐厅 在热搜榜上持续闪耀 所以呢 对于节目组来说 让黄晓明当店长 实在是在正常不过的选择了 而且从经验和风格来说 黄晓明也确实跟中餐厅挺默契的 至少在那个夏天 我对黄晓明的印象 有了很大的改观 樱桃也是我年少时期 就比较喜欢的艺人 这次被邀请上中餐厅 还是挺令人意外的 如今樱桃并不算流量艺人 性格也不像前海路 宁静那么直 在节目中的表现 我感觉呢 是属于情商比较高的 因此难以产生太多争议话题 不过呢 节目也很直白地说 这是樱桃的综艺首秀 所以呢 必定呢 会吸引到我这种想要在综艺上 看樱桃的人 除此之外呢 有人在网上晒出中餐厅 第六集的拍摄位置 在PPT中 节目组声称 第六集将选在一个室外桃源 而曾现实的照片来看 这一集大概是要走农家乐的类型 但最大的问题就是 如今在旅游业不发达的情况之下 这种室外桃源 能够吸引多少时刻呢 而在一些网上的消息中 除了黄晓明和樱桃之外 这一集还邀请了张若云 谭松韵和陈立农 这三人都算是如今娱乐圈中 争议比较少的嘉宾了 而且在爆料阵容的评论区下 喜爱三人的评论也都非常的多 其中不少粉丝也会为了三人 常逐选择收看节目 这无疑增加了不少观众基础 不过呢 这一季的网爆阵容却有一个隐患 引人担忧 就是节目的这几个嘉宾 都属于比较好说话的乖巧类型 黄晓明在中餐厅早已经是身经百战 樱桃也属于情商较高 不争不抢的 张若云在性游戏上就能够看出 虽然脑洞不少 但是性格随和 而谭松韵呢 也属于不争不抢的类型 在区内长辈在的情况之下 更像是个乖巧的小绵羊 同样 陈丽农也是彬彬有礼 谦让有家的一人 这个阵容已经是能够想象到 这一季必将是一片和谐的景象 极乐融融的农家乐 应该是这一季非常明确的主题 但是 作为一个综艺节目 很显然是需要一些人来在一些时刻 唱黑脸的 这样呢 才能够让只是看客的观众产生共情 就像如今桃花屋的宋丹丹一样 因此很多人会对于这一季 太过平淡的担忧 不过呢 如今还没有播出 一切都还是未知 希望这一季的中餐厅 能够产生很好的化学反应 让节目更加的精彩 这一季特别是没有 对于十一年 结婚的衣服